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什么地方啊 打开地图一看 它是在利马的北边70公里的地方 水深有60英尺 非常好 可以打造一个绝佳的港口 什么目的啊 就是运礼 中国电动车大发力士 吃遍天下就是靠礼啊 做电池 礼呢 被誉为21世纪的白色黄金 礼三角洲是什么 玻利维亚 阿根廷 智利 他蕴藏了全球65到85的礼矿啊 乖乖 老公呢 已经布局到老美的后花园来了 基建狂魔了 再加上礼矿啊 势不可当 难怪华尔街日报要乌须拉喊 欧美是既得利益者 受到了新兴国家的挑战 21世纪的资源呢 更是抢夺的非常的坚越 因为世界的资源只有减少而没有增加的 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刚刚讲了礼的蕴藏国 现在来提一下前十名的礼的生产国 澳大利亚 智利 中国 阿根廷 美国 巴西 津巴布韦 葡萄牙 玻利维亚 加拿大 那有趣的是阿根廷 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 礼矿啊 增加了46%哎 不知道他的通货膨胀吃到哪里去了 除了礼矿 前开港 还是可以被巴西用来做出口港 避免用巴拉玛运河 他的滴水期 他的拥挤 或者他被打过操纵的可能性 早在2015年 老宗啊 毕鲁巴西已经同意要建一个跨国的铁路 可以带动巴西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以及毕鲁 五国的货益的出口 进口 公莫大焉啊 现在我们来讲毕鲁 毕鲁是印加 英卡 文化的发源地 你若是去过Metro Picchu 你可以领略到一二 在西元1531年的时候啊 西班牙的Francisco Pizarro 带领了180个士兵 没错 就只有180个士兵 30匹马 趁着印加人的泪乱 就抓了印加的国王 而在1532年 征服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因为印加人一听到大炮声音啊 就以为天神发露 立刻下跪祷告 结果呢 全被斩杀 Pizarro呢 建都立马 真是一场悲剧啊 西班牙的征服者呢 不断地缩取黄金 努力土著 摧毁人物 压榨资源 后来呢 没有黄金提供了 就断土著的手 以至后来很多的土著集体自杀 当西班牙人看到印加人的太阳神庙 无缝的石灶墙 西班牙征服者不相信土著会比他们更有文化 就不由分说地摧毁 说那是恶魔的杰作 到了1950年的时候 披露忽然来了一个七级的地震 就震倒了在Cuzco的天主教堂Santo Domingo 而意外的发现呢 震倒的下面呢 居然藏着印加人一直在寻找的太阳神庙 印加人的后代要收回 重建太阳神庙 天主教讲 这是天主教的教材 两边就大打官司 后来各取一方 所以你礼拜天去这个神庙的时候呢 一边是天主教在做弥撒 一边是印加人的太阳神及星象图 至少还了印加人一点公道吧 秘鲁相传呢 被外星人造访过 附近有NASCA lines 只有在天空上才看得见 这些巨无霸的图案呢 在附近呢 都是沙滩和平原 你是看不见的 后来呢 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呢 是说在西元700年前了 土座是NASCA人 他画出来的是为了祭祀天神 但是你必须要坐小飞机在高空中才见到 立马市呢 比海平面呢 只高1500米 全秘鲁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住在立马市 气候非常温和 市内有一个区域叫做Mira Flores 那个区域沿着太平洋 景色一人有公园 2022年的匹鲁人的收入呢 是6758 不怎么好 希望前台港能够帮助秘鲁这个应家之子 带来迟来的繁荣和兴盛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为我点赞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